我先請教說 防塵所有項皆虛化 有講師提過水移壽命的或是一百年 所有物質皆是水火風土因緣聚會所呈現 皆有生命 為了六祖經很多肉身菩薩 必千年不患 老師當年化有所留下最後一根書 在室內經理也是歷經數千年不足患 或許想事大概是佛法無編不可思議能解釋 是不是 謝謝 這個我們要了解到 那個漏入那個神機真的就是不可思議 不是用我們的頭腦能夠想得出來 不是用我們嘴巴能夠論意 不能夠去辯論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走入神機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這個都是短暫 為什麼 因為它還在千年 你說經過再加倍萬年再加倍到億萬年 它怎麼樣 是不是又不一樣了 它會經過我們整個 整個我們地球混沌 經過重開天地 重開天地 所有景象 是不是都不一樣了 所有的人類 又是重新 從隱晦 又生人開始 又開始 孔老父子來教化眾生 又重新開始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所知道的都有其限度 我們縱然能夠講出來 幾千年到幾萬年 那也是很短暫的時間 因為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佛信 它是長住不簽 它是永遠再不會變化的 這個才是我們值得追求 不會變化 長住的 不簽變的 那所有的只要落入形象 它都會變化 縱然之一個元會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沒有變 下一個元會會變 下一個元會沒變 再下去那一個會變 再下去那一個 再下去那一個 像我們現在是玄節 那我們之前有莊元節 莊元節有一千位佛 那我們現在玄節 也有一千位佛 那到釋迦牟尼佛是第四位 彌勒子詩是第五位 那後面還有九百多位 那這個玄節一過去 以後還有一個星秀節 天上的星星啊 星秀 星秀節 一樣有一千位佛 所以這個時間 是不是無量無變 那坐才不會說那坐 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賢節已經這麼久了 這第五位佛而已 那第五位佛還要不下身呢 還要下身又多久 要五十六億萬年 是不是很久 所以我們要了解 那個露露現象啊 都是假的 虛幻不實在 真的就是不生不昧的佛心 長久不見 不會變化 所以我們喔 一定要全心全意追求 我們喔 能夠憎悟 憎悟自己的本心 能夠恢復到本位 每一位都是佛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